好,接下来我们讨论一下这个历界题 历界题的选择题 秋田地来回答第一题 古代将军为了探测敌人骑兵的动向 然后把耳朵就贴在地上倾听 以下哪一项是这个举动正确的说法的 声波会被反射 声音无法透过真空传播 还是大地传播声音的速度比空气来的快 还是马蹄声在地面的发声比较轻 应该是锡就跟那个铁轨是差不多的原理 大地是固体的 它这个传播速度会比较快 好,当然是锡了,正确 第二题 过力,一个震动 一个物体震动的快 它就会怎样呢 震动的幅度就会大 还是发出的响度会大 还是发出的音调会高 还是发出的音色会美 第二题过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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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震动的越快 就是说它震动的次数 一秒钟震动的次数就会多 对吧 震动快的意思就是这样 一秒钟震动的次数就会多 这样这个呢,其实就要频率 频率越大 它音调呢,就自然越高 所以这个其实是影响音调 震动的快慢 影响的是音调 好吧 所以发出的音调就会越高 整幅的话呢 整动的幅度越大 它的响度就越大 这两个连贯 所以总之记得的响度 整幅影响响度 频率影响音调 音色 我们也不晓得 反正就是它的材料 它的发声方式等等的 很多的因素影响 整个音色 再来看下一题 第三题 灵泥会 以下哪一个构造呢 会因为敏感 然后呢,就会导致它晕车 就晕车 特别容易晕车的人 到底哪一个结构太过敏感 是A吗?听脚骨吗? 还是B骨膜啊? 还是C半规管啊? 还是D耳窩 我给你名字了 不是啦 音车是它的这个味觉感受器 是在这个半规管 前庭跟半规管 这个是感受你的这个摇晃等等的 所以为什么坐船容易晕 坐车容易晕 摇来摇去容易晕 就是因为这个半规管太过敏感 当然它有办法纠正 它有办法就是 你有办法说没有这么容易晕 就是说看看景色 看外面的景象 很多人为什么会晕船呢? 就是因为你没有 没有看着景色 怎么说呢? 有一个最典型我曾经做一个实验 就是猫的这个平衡能力很厉害 有没有? 我曾经是抱着一只猫 然后呢我们在原地旋转 你们知道说我原地旋转会晕吗? 就对 这个其实也是跟半规管有关系 我就曾经试过抱着一只猫 哇,转了五六圈 差不多十圈这样子 然后那只猫没有事情 它完全不会有晕的感觉 在跳在地上 它只是很怕的 然后跑完快跑掉了 然后呢我观察到它 为什么它没有晕 因为它一直看着周围的景色 我在旋转的时候 它就固定一个位置 然后一直看 然后呢 转到看不到的时候 它就看另外一个方向 所以它一直看外面的景色 来控制它 我现在我的移动的 我移动去哪里 移动去哪 它的头脑一直在调节 被转了之后它没有晕 转到十圈它没有晕 过后我就想 啊,你是看外面的景色 对不对 然后我就再做一次实验 我盖着它眼睛 再转 也是转十圈 第二次它也晕了 所以证明了什么呢 它真的是靠着眼睛 跟配合它的那个味觉神经 来调节让它不会晕 所以为什么有很多人呢 为什么会去船的优车 因为你的头脑没有给你一个信号 假如说你其实在 在船上面 你是在一个很不稳的地方 睡觉就好 我曾经试过这样 坐在船上面一整天 扬来扬去扬来扬去 有没有 然后呢 结果下船了 回到家 在床上面睡觉 我都感觉上 我现在就在船上面扬来扬去 已经是下船了 然后我在一个很平稳的床上睡觉 结果也是扬来扬去 差不多有两天 当然像你这样讲 睡了过后隔天就好了 所以这个就是人体的奥妙 这个是我们华人体的一种调节的方式 好 再来看第四题 到谁了 到陈轩霖 这个很很坏的一题 2018年同考出了这一题 我每次讲这一题很坏 为什么 在音乐厅我们听交响乐的时候 下列哪种乐器传播最快 然后呢是弦乐 弦乐器小提琴 敲击乐器定音鼓 还是木管的乐器单黄管 然后你看了之后 你现在考我音乐 为什么考这个题目 那当然肯定的不是要考音乐 所以这个是什么乐器 其实应该没什么关系 重点是在于 乐器的声音传播快慢 根据什么 根据两点 第一根据温度 再来根据你的传播的介质 请问这几个 几个乐器它的温度一样吗 它的这个介质一样吗 应该都一样吗 对不对 在同样环境弹的话 所以其实是答案是东西 所有的乐器它传播速度都会一样的 所以不然的话呢 我们如果它传播速度会不同的话呢 就代表说我们在同一个 同样的这个音乐厅 我们会听到那个拍子会不同 对吧 这个它弹过来 然后呢 传到我耳朵的时候 到它传过来的时候 声音没有差别 对所以如果是速度不一样的话 其实就会你坐到不同 位置 就会听到拍子走拍的 严重程度不一样 这个不太合理吧 对不对 所以其实它们 声音传播的速度是一样的 一样的 第五语 黄世杰 这个比较特别一点 在声源发出的声音如右图 它从左边去到右边 请问它声音发生了什么变化 响度增加 因为它整动的幅度增加了 整动幅度看哪里 整动幅度看它中间 去到最高点 所以这个很明显 整动的幅度增加 响度是增加的 过后音调是怎样的 音调就是说它一秒钟 整动的次数 像如果我们讲说 这里是整动一秒钟 是一次两次 这个震动两次 这个是一次两次三次四次 它增加了一倍 对吧 它整动次数增加了一倍 所以它音调其实变高 所以这题的答案是比 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判断 好不好 so 你要知道说 你也可以讲说 它其实就是压扁的 压扁的意思就是说 它音调是变高的情况 所以大概是这样 第六题 我们来看一下 无济圣 声音在下列合者中 速度的 传播速率是最快的 哪一个情形的速率是最快的 是20度的水 还是15度的空气 还是25度的空气 还是20度的钢铁 几升 因为首先当然我们先判断的是 戒指 戒指 因为钢铁的话应该是最快的 那固体应该是最快的 所以在这边一看钢铁最快 没有得跟它比 没有两个钢铁 除非它有两个钢铁 你要看哪一个温度比较高 温度比较高的那个呢 传播速度就会比较快 所以这题的答案呢 反而是公平 温度其实不用看 温度不用看 除非它问的是哪一个速率最慢 如果是最慢的话 你就要知道说空气最慢 对不对 然后呢它就有两个温度 这样你就要看说 到底是要15度还是20度 这题来讲的答案 如果 如果问的问题 到时候问的是最慢的话 答案就会是比 OK 这样子 第七题 秋天一 如夏图 敏利 它把电铃放在这个抽气机的中招里面 通电后 它的敲剂 发出的声音 通电后 它就会发出声音 就是电铃开始启动了 然后呢 它再把那个空气的 逐渐的 抽出来 逐次的就再放回去 它在抽出来的时候 空气被抽出来的时候 会逐渐变弱 还是逐渐变强 还是保持不变 还是时弱 是强 答案应该是A了 你的空气在抽出来的时候 应该是逐渐变弱 再下一个 过例 如果你再放回进去 声音又有怎样的变换呢 逐渐变强 放回进去就变强了 最后一题 不是最后一题 就是这个 这个题 他分成了三个消息 这样子 再来 你一会 他把这个 抽到真空之后 请问他频率有什么变化 敲剂的频率 敲剂的频率有什么变化呢 应该是没有变化的 如果我怎样冲真空 这个是他戒指的关系 跟他声源没有关系 我只要去充电 他的这个敲剂的频率等等 都没有再改变了 整个过程都敲剂的频率 都没有改变 但是我们就听到 那个声音越来越弱 然后再越来越强 OK 再来看第八题 陈轩玲 科学老师背对着学生 在写白板 然后呢有两位学生呢 就在讲话 然后老师就立刻辨认出来 哎 密研 还有秀芳 我们两个在聊天 这个老师怎样去辨认得出来 是根据什么呢 绚领 他是根据音调 音色 音响度 还是频率 答案应该是音色 就是我们是根据 这个声音的特色 这样子 音色 辨认两个乐器 辨认两个人 这些情形 好 第九题 黄世杰 在保温瓶 灌热水的时候 你可以听到声音 就是说 因为保温瓶 他是看不到里面 主要就是说 你看不到的情形 你怎样辨认说 从听声音 辨认他的水位高低 啊 因为水位上升的时候 音调不变响度 越来越响 你有没有试过装过水 应该你有试过装水啊 你就会听到说 那个声音啊 装水的时候 他会慢慢的音声音 音调会越来越高 主要是因为上面的这个空气柱啊 空气柱越来越短的时候 那个音调就越来越高 啊 就这个你可以自己尝试这样子 呃 效果 其实 其实这个保温瓶 其实那个声音 其实很小 因为他声音哦 他的声音 主要因为他有这个 他也是会有这个 啊 真空层 那他周围其实有这个空层 他声音其实从上面才听得到 所以这个也是不是很好 那个体验 你如果换成一个像 呃 钢罐 啊 用钢罐的话呢 你就会比较明显 这样水瓶啦 用plastic水瓶 啊 你如果你有去装过水 你觉得应该就听得很清楚 那个水啊 越来 那个空气柱越来越高 那声音会越来越 那听调会越来越高 啊 这个 这个我讲了这样多 有没有用 你自己去撕一下就 好 第十题 无济盛 在看电影的时候 电影院的墙壁凹凸不平 地板呢 又铺满了绒毛的地毡 这个设计是为了要怎样呢 改善音色吗 提高响度吗 增加音调吗 还是防止回生的东西 防止回生 对吧 粗糙的 凹凸不平的 柔软的 这些都是 防止声音反射 防止回生 第十一题 秋田一 高品质的气密式隔音窗户 除了窗框有软橡胶条隔音 还有玻璃片是使用双层玻璃设计 请问两个玻璃片之间 以下合者的方式处理 隔音效果是最好的 粗层真空 还是填充氧气 还是放反光纸 还是填充保力 答案是A 真正当然如果理论上来讲 当然是真空的效果最好 但是这个真空的那个 既然因为他写高品质 对 高品质他可能做得到 对 我刚才讲 应该有讲到 抽真空的话 效果是最好 但是价钱也不便宜 所以如果你讲说要 可能如果你退而求次 我觉得答案冬地 也是OK的一个选项 保力龙其实也是有吸引的一个效果 但是问题是你窗口放保力龙 就不透明了 对不对 就看不到外面 除非你是讲说我纯粹是要 隔音的效果 又要便宜的话 那可能也可以选到 倒不如放砖 没有哦 保力龙就比砖来的好哦 因为砖它的 这样讲的 这个砖它毕竟它是固体的 它的这个传营的效果 其实会蛮不错的 所以如果你放保力龙的话 保力龙它的很柔软的 然后呢吸引效果很好 里面其实很多空气 然后又比较便宜 所以有隔热的效果 又有那掉窗来着我 是的这个有点搞笑 不过呢 我必须要讲 保力龙它有隔热的效果 有隔音的效果 比砖来的好 然后又比砖来的便宜 有些 有些人哦 比较要这样讲的 有些砖哦 它里面其实是混了保力龙颗粒的 很多人以为看到那个砖里面 有保力龙颗粒就讲说 你们通风减料 但是他们其实是有研究过了 这个保力龙颗粒 它可以防隔音又隔热 然后呢它不影响它硬度 最主要是他们其实也是 做到出来其实也是蛮硬的 那当然它的那个墙壁 他们也是选用那种不死阻力墙 放这种保力龙在那边 有隔热效果 当然不是阻力墙 如果阻力墙 放这个保力龙 这真的是会被被人讲 是抽风箭亮的 整个建筑物会倒了 我看过很多了 这真的是有放在保力 OK好 不要讲聊太远 第十二题 哎 第十二题到到谁 到不过力了 不过力 科学家呢 他可以通过光的传播 侦测 宇宙中的爆炸 但是就侦测不到它的声音 侦测不到声音 因为什么呢 爆炸的发生的地点呢 离开地球太远了 还是宇宙中缺乏了一个 可以传播声音的介质 应该是B 听起来这个就很合理 声音传播的太慢了 然后还是爆炸的声音 被大气层合着 最主要还是B 其实你如果你问我A跟C 其实也蛮合理吧 OK 不过主要还是由于这个原因 所以他其实传不到 窗拿来通风 所以只要开到就可以了 当然窗的另外的效果 是要有光进来 如果你放这个宝利笼 其实也是不太适合的 OK 所以不会热到溶吗 这样就不会 因为宝利笼要溶 其实那个温度也是蛮刚的 如果你是一般的室温 甚至你是开暖气的情形 也不会热到溶 然后溶的话 差不多可以要去到 上 几百度 火灾 这样你不是每次想到都要火灾吗 对 然后我们 想的是一般的情形 什么东西都要放火灾 你 你讲说热到溶 OK啦 火灾过后 那片墙可能要打掉了 事实上来讲 那个宝利笼颗粒笼 也无所谓 因为它的 它主要其实就是要那个 空气在里面 但是我又不能放空气 我很难控制放空气 它唯有就是放宝利笼在那里 占据那个位置 让它的这个水泥可以包纹在旁边 所以如果你讲说火灾 那个宝利笼颗粒笼 我个人是觉得没有影响 我个人是觉得没有影响的 OK好 再来看第十三题 林尼会 将这个耳朵贴在这个长铁管 在另外一端敲一下 你会听到几次的声音讲 能够听到两次 一次由铁管和空气传来 A和B什么差别 就是第一次到底是铁管传来的 还是空气传来的 一次的意思 第一次是由什么传来 答案应该不是B 你会选的是B 正确应该是A 因为第一次传来的 应该是铁管 铁管比较快 对不对 5000mps 然后空气是300 所以先传来的应该是铁管 A和B的差别就是在这边 会听到两次是没有错 第十四题 来去讲一些计算题 陈全零 陈全零 你站在高建筑物前 然后呢 高大声喊了之后呢 四秒钟才会听到传回声 请问你 这个学生距离这个建筑物多远呢 当然是B 因为四秒钟是去2秒回2秒 所以你要用2秒再乘330 2秒乘330 就会得到660 大家只管 就这样走开 第十五题 黄世杰 下列哪一组的音数 影响声波的音调和响度 影响音调的是波形 还是频率 还是整幅 影响响度的是整幅 不会 你这么老实 音调是频率影响的 强度是整幅影响的 答案是C 你 就这样啊 刚才我讲了好多次咯 那波形是什么呢 波形现在没有考的啦 波形其实是影响那个声波 声音色的 音色 他们以前就是说看音色 就发现到不同乐器 虽然弹同样的一首 一个音 同样的一个音 但是他那个波的形状不一样 波的形状不一样 所以他频率 他的最基础的频率可能一样 但是呢 他的波的形状不一样 所以 这个就是他的原因啦 波形现在没有考的 波形是影响那个 波形音色 现在不考了 现在只是考音调呢 是由这个频率影响 响度是由这个整幅影响 OK 这样子 第16题跟刚才那题一模一样 我知道音调跟响度的区别 那是分不清怎么办 就是音调是高低音 这样高低音是跟频率有关 就是他走动的快慢 走动越快 他的音调就越高 响度是大小声音 就是震动的幅度 你敲越大声 他震动幅度就越大 就打越大声了 就这样 你分不清楚 没有办法 你读多几次 也要记起来 好不好 读多几次 就记起来 第16题 第16题 无济胜 这个跟刚才那题很像的 哪一个部分敏感就会晕船 感觉上就是中华的 就是超了同考题 以无济胜来看这题 哪一个部分过于敏感就会晕车 容易晕车晕船 第十七题 关于声音下列的说法正确的是哪一个 一切正在发生的物体都在振动 高速公路两侧安装这个透明板墙的目的 是在声援处减弱噪音 只要是物体振动 我们就能够听它声音 还是 液体跟气体不需要振动 也能够发出声音 有一个是正确的 A 是的 然后B是错在哪里呢 这个安装这个什么透明板墙啊 它不是在深圆处啊 它是在传播度 传播的途径 传播的途径减弱 再来 有物体振动 我们未必会听到声音的 这个要取决很多方面的 像它周围 有没有介质啊 它振动的 振动的那个频率 是不是我们能够听到范围啊 这样子 液体跟气体不需要振动也能发生 总之你要发生一定要有振动 好 这是错的 OK 第18题 获利 关于声音下列的说法 正确的是哪一个 钢铁中的深数小于水中的深数 水中的深数小于空气的深数 空气的深数大于钢铁的深数 钢铁的深数大于空气的深数 这个就是钢铁应该是最快的 水应该是第二 空气应该是最慢 你根据这个你就看出来的 东西的才是正确 其他都错 第19题跟作业题一样 我就不讲 我就不叫同学回答了 在课室上课中 我们听不到回声是因为 回声跟原声混在一起了 对吧 所以应该是作业题来的 第20题 林尼慧 某同学呢 他就先对一面鼓轻敲跟重计两次 各一次 这两次他发出的声音什么不一样呢 轻轻敲 跟大大的敲 大小声就是响度 音调就是高低音 高低音就跟频率有关 有什么诀窍 你了解 其实就不难的 不如要讲解释 整整你自己 你感受到 你了解到 其实就不难 二十一题 陈轩灵 下图呢 有一个童谣 鼠鸭子的 乐谱和歌词 飞飞同学看 真啊 真多啊 这应该是后面的部分 咪度 咪度 咪咪 收 拉 拉 这样子 OK 真啊 真多啊 音调会越来越高 对吧 这个往上就是 音调就越来越高 所以音调越来越高 原因是什么呢 是因为整幅变大吗 还是频率变低 还是每秒钟 震动的次数 逐渐变多 还是每震动的一次 所需要的时间变大 答案 到轩灵啊 轩灵是讲B 对啊 这个音调变高 原因就有 基本上就是频率是变高 你讲整幅就错了 整幅是影响想录的 OK 频率的话呢 会变高 不是变低 频率变高 是什么意思 就是一秒钟 震动的次数就变多 所以B的讲法是正确的 但是你一秒钟 震动的次数越多的话呢 就代表震动的次数 震动一次的时间 越来越多 所以这个呢 每一次的震动啊 时间是逐渐变少 我们很少会用到东西 这个东西真的是有点好 很坏 就震动跟震动的两次 震动的那个时间 是变短的 就是变窄 就根据回这个图 根据哪个图 根据回这个图 你可以看到频率变高 会讲 那个时 震动一次的时间会变少 就是这个意思 OK 然后再看第22题啊 黄世杰 下列 关于控制噪音的措施 哪一个是在深渊处减弱呢 关上门窗 在空地那边 附近的 关上门窗 还有的就是种植树木 还有放耳塞 还有在市区里的汽车呢 就喇叭静明 就有一些国家 有一些地方 还有规定说 你在市区里面 就不能按那个 转的 因为塞车 你塞车 怎样塞车 你转了 它还是塞 对吧 所以它就阻止人家 去按这个车的名积 所以有些国家有这样子做的 这个答案是导致啦 当然其实不太合理的 有些人真的是发梦的 我假设发现到很多人是发梦的 尤其是有红绿灯的 每次一个红绿灯就在那里看手机 反应特别慢了 转了 绿灯了之后很久 它都不要感动 我每次就在那里准备 一二三 我一般是三秒就换了 第二十三题 无济声 无济声 下列的哪一个耳朵的结构 可以接受到震动放大 可以将接受到的震动放大 震动放大 骨膜 不是 骨膜是把声波转换成那个震动 震动放大的是听小鼓 反正你讲 看到什么声音放大 震动放大 这些就是听小鼓的一个功能 好吧 第一 二十四题 最后一题 最后一题 那 谁啊 俱天忆 人 会有两只耳朵 哪一个说法是正确的 长两个耳朵是为了要左右对称 比较美 如果两只耳朵 没有两只耳朵就没有办法听到声音 就是说你只有一只耳朵 你就蛮没有办法听到声音 还是长两只耳朵可以辨别声音传来的方位 还是长两只耳朵可以增加听觉的频率范围 当然是C 所以是为了辨认方位 就是我们所谓的双耳效应 对吧 什么三高声响 卖多调高 我 不知道什么意思 反正你想到一个方法 就好了 所以这是我们历届的选择题 对吧 谢谢大家